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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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遭到了数千日军的突袭 转裂训国 日本鬼子很狡猾 他们数千鬼子乔装 成为友军和农民 偷袭了王家本的司令部 部队调动不及 王将军指挥军略队和数十倍的日军血战 但要靠近之后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王家本将军惨死 在了日军的刺刀之下 年仅四十三岁 他是中国牺牲在刺刀战中的最高将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